中文字幕 李宗盛 敬礼了名和尚 沙迦正空上师 徒登达尔吉上师 十六世大宝法王喀玛巴 敬礼坛成三宝 主持上师 年满上师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各位法师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好 今天听连白法师唱两首歌 联盘上师呢 他讲 也是讲着唱歌啦 那么也提到 他第一次出去弘法的时候 到欧洲 跟师尊去的时候 那么他 因为是刚出机场 都没有休息 马上就要上座 就要说法 这个安排 当然是不是很好啦 连休息 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马上就要上座说法 所以他就讲说他也不知道 他要讲 讲得也不知道讲了什么 又讲说他的 他当然是广东人 他当然是广东人啦 香港 所以他讲广东话 所以他讲广东话 一般普通话 是比较讲不来的 所以也就是不知所应 他突然之间 他就是要让我讲 他就是要让我讲 那到底你刚刚是讲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 好 不管如何啦 这个连白法师唱两首歌 那么第一首呢 我听出来是一个念 这个念日 这个念日就是想念的这个念 那么第二首歌呢 就是度众生 阿弥陀佛 这个在世间 也就是度世啦 我们谈想念的念 这个字 每一个人都会想念 每一个人都会想念 过去的 现在的 未来的 包括 包括 你从来不想去想念的想念 大家都会出生出来 无缘无故的 会跑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生佛都是在想念之中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圣人 也是在念之中 没有一个例外的 只有一个例外的 只有一个例外的 这个人就是无念 没有念头 这是例外的 这是例外的 什么是没有念头呢 当你的脑袋坏了 脑袋坏了 他没有办法想念 这个就例外了 你说 职务人 有没有念头 职务人 有念头的 他会表示的 不算坏 不算坏 怎么样的人才算坏 这个念头才坏 整个脑部通通都 佛洞都死了 他的细胞全死了 脑死了 才算坏 才没有想念 或者呢 你突然间走一走 在路上走 在暗像里面走 有一个人 从后面来 拿着这个木棒 或者铁锤 往你脑袋一敲 蹦 你躺了下去 一点节肢都没有 这时候 你就是没有念头 无念 那今天 这个 我们的上师啊 请你站起来 谈无念的上师 他谈到无念啦 应该要请他站起来 他站起来 他跟我讲无念 好 请坐吧 他跟我提到无念 那么他没有写什么 他只有写无念 对 我说是对的 对 便没有错 写无念 是对的 便没有错 但是我告诉他 到最后我追出来 告诉他 你要加上一句 这一句 这一句就是说 很多的念头 但是不影响你自己 这个就是无念 佛所说的无念 佛所说的无念 便不是老死 便不是说被打分了 分成 被打得整个 不知不知不觉的 这个是无念 这个是无念 但是那个是死的无念 真正的无念是有 百千万个念头 多不影响你自己的 本来的亲近的佛性 这个才是真的无念 这个才是真的无念 要记得 他也写了一个无柱 无柱 这个柱 我又追过来跟他讲 无柱 便不是你去当那个 街友 台湾叫做街友 街友 就是道路就是你的朋友 没有家的人 流浪汉 叫做无柱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在任何一个环境 任何一个环境 都不影响你亲近的佛性 这个就是无柱 所谓无念无柱 无相 无相 大家都会讲 哇 什么都是无 好啦 什么都是无啦 所有的素柱都没有 这里佛法所讲的念 你 无柱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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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 你所有的念头 便不影响你亲近的佛性 所有的凡境 都不影响你亲近的佛性 叫做无助无念 这个是要大家去实践的 不是嘴巴讲的 嘴巴讲的没有用 很多的打击给你 压力太大 你就得了忧郁症 这个就是病 众生的病 所以他今天唱了这个念 这个想念 很好 刚好 讲今天讲的 就是要你无念 很多的念头没有关系 但只要这些念头便不污染你亲近的佛性 你就自在 第二个 他讲 像度寺 这个 度寺很困难 大部分佛在度寺都以方便法度众生 以方便度众生 密教有很多的方便法 像师尊 这一回传的阴供法 阴供法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法 很多人 很多人有感应 你知道吗 感应 相应 本身 本身也是一种方便 因为你有相应 你的信心就越坚强 信仰的力量就越大 你就认真 认真地修法 认真地修行 这个是度众生的方便 他唱第二首歌 就是讲 阿弥陀佛在世间 度众生 用的是方便法 像我们这个 Translator的Ogene Miss Ogene 她第一次烧烟供 她就发觉 她的客厅里面 来了很多很多的人 都穿很漂亮的衣服 吃很好的家肴 开很好的车 然后回到自己的 这个 自己的那个漂亮的豪宅 让所有的烟轻寨主 多得到满足 她就有感应了 好像在开一个很大的派对一样 另外呢 在台湾有一个地址 叫做喜红春 喜红春 莲子法师跟喜红春很熟 这个喜红春师兄 在台湾他也帮过我的忙 我在台湾允居的时候 身体如果有一点出差错 我就跟他拿药 因为他是药剂师 他是台湾的药剂师 而且他有开药局 什么药他都知道 师尊需要什么药 他就会给我什么药 这一次喜红春 跟他的夫人 跟他的小孩 都有到西雅图雷杖寺 来做燕贡法的清贯 回去以后 他马上做燕贡 他在他的药局 做燕贡 那一天的生意 多出三倍 第一次做燕贡 那一天的生意 他居然比平常多出三倍 他就一看 很奇怪 怎么生意那么好 他就稍微停一下 不做燕贡 生意就又恢复原来 他哪一天又做燕贡 又多出三倍 大家一听到了 心里都很烦恢 做生意的回去 他就要想 一定要做 要赚个三倍 他是感应到了 相应 每一次做燕贡 真的很无形的人 帮助他 他那门口来了 很多无形 既然里面的这位药剂师 供养我们 我们也要报答他 不管你有病 没有病 走过这个药局的门口 你没有病 咳两下也好 拿进来买一个咳嗽药 突然间一阵寒红 发觉冷了一点 可能会 catch call 也就去买一个感冒药 走到这个药局门口 突然间扭来一下 他要止痛药 要药膏 到了药局门口 突然间想脑袋一想 哎呀 我家里还切什么药 马上就进来买 增加三倍 每一次做燕供 他的生意就增加三倍 这个很好 这个燕供 的确是不是很简单 是很简单 是很简单 但是修了就有感应 修了你就有灵验 那你就会增加你的信心 像都师尊 每一次去一个餐馆 在这里是 在美国西雅图 我看街上都看不到人 很不容易说 另一个餐馆客 很不容易 在台湾就不一样 台湾满街上都是人 好像中国大陆也是吧 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 很多大VCity 满街上都是人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只是修供养法 并没有修燕供 我到了哪一家店 哪一家店的生意就多三倍 老弟子都可以证明 老弟子都可以证明 现在老弟子都好像没有老 没有老了在这里 那个生意三倍 那个店主人不相信的 不相信我每一次一到 就是多三倍 他就登记 每天登记 今天收多少 明天收多少 师尊来了 多三倍 那么下个礼拜 收多少 收的都是很平常的 到了某一天 师尊来了 又多三倍 那个弟子 非常有信心 另外有一个 中国大陆的弟子 就是文韬师兄 文韬 我讲他就是莲花文韬 中国大陆的弟子 他以前做这个烟火的生意 就是我们国庆日 在空中 这个蹦蹦 这个烟火 哇 中国大陆做烟火很厉害 他大概这个炸药特别多的 做很多烟火 好像 所有的烟火都是 Main in China 烟火大部分都是的 都是Main in China 哇 好多好多的烟火 他生意做得很好 都是外销美国 美国呢 有很多州 因为烟火 的事情 发生了很多的事 以后很多州就进了烟火 一般民间是不准放烟火的 以前民间都放烟火 那么进了烟火以后 他就改变了做卡片 卡片的生意 他也来到这里 受了烟供法的清贯 马上回去 他就修烟供 一修烟供 他看到 他身边有一个烟侵寨子 领了他的供养以后 随即就离开他 那么从他的头顶 有几个蜘蛛 这个从里面爬了出来 很多的毛细孔 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从他的毛细孔 爬了出来 就离开他 他严有的病痛 就解除了 生意如何 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 他觉得 他这个字就是相应 南太平洋 有一个年花冬初 年花冬初 到西雅图来 受烟供法的灌顶 他身上有官司 而且他自己也倒闭 很惨 回去以后 马上修了一坛烟供 他是一个生意人 一个大的财团 因为合约的关系 违反了合约的关系 他要坐牢的 对方已经打赢了这个官司 他要坐牢的 他修了冤共 一坛而已 那个大财团 主动的 跟他讲 把他的官司 给他撤销掉 他的官司撤销掉 他修第二坛烟供 本来要做牢役的 变成一颗华金 本来要关的 变成好像给他 划一点钱而已 就是说 你不用关了 就划一点钱 然后再要 本来会被继续告的 很多条要告的 他违反合约 有好几条都要告的 他一生就完全报销了 人家给他撤销了 告诉其中一条 要坐牢的 就一颗华金 就华一点钱 就没有 他在做 第三次的焉供 他已经没有生意了 但是过去的一些股东 重新再来 让他当董事长 然后把所有的资金 无条件跟他合伙 跟他 跟他合伙 他还没有钱 但是还是由他来当董事长 三次焉供而已 所以 这个焉供 也不简单 但是也是简单 就是灵验 我们知道西雅图 很多人 找事情很难 或者在美国找事情很难 很难找得到事情做 所以interview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担心 interview不会被通过 这里有一个 小的笑话 冷笑话 可能过去也讲过 有一个人 去应征 当保镖 到酒店去应征当保镖 酒店里面的经理就问他 你有没有经验 你当保镖 有没有经验 这个应征的人就讲说 当然了 有经验 他就走看一下 又看一下 看一看 哇 那边走来一个人 喝了酒醉 醉醉醉的 这样子走路摇摇摆摆的 走过来 这个应征的人 就走过去 给他一个过肩摔 过肩摔就是这样子 从肩膀这边 一摔过去 他就摔下来 然后一只脚就用力 把他蹦的一声 就踢出门外去 这个当保镖这个人 说我经验很丰富的 我应该可以录取 那么我要见这个总经理 这个酒店总经理 那个经理就回答说 这个可能要比较困难一点 他说 为什么会困难 因为刚刚你踢出去的 就是总经理 被你踢出去的就是总经理 这个也就是说 他在interview以前 没有做焉供 他如果做了焉供 他不会那么巧 把总经理踢出去 对不对 这个很多事情很巧 所以我们好像西雅图在 这个人求事 人求事跟事求人 是人求事比较麻烦一点 事求人很多人来应征 如何能够拿得到工作的职位呢 现在有好方法 就是焉供 人家讲啊 看对了眼 你一进去 他就看你 就看对了眼 就是你 人家讲说 为什么会看对眼 这个 普通话有一句就是什么 乌龟看力豆 乌龟 乌龟啊 爬一爬看到力豆 他就停下来 他想那个 力豆的眼 很像我自己的眼 乌龟看力豆 就看对了眼 反正你这个 做了焉供 你一进去 你有左右很多无形的 跟着你 跟着你 去interview 老板一看到你 就算你是脚 有一点 好像是说走路有点这样扭一扭 你脚扭一扭 他也觉得像他过去的女朋友在跳烫 他说 看对眼 这个人很像我过去的女朋友在跳烫 明明你长得跟着看过 明明你长的不怎么样 其实讲起来 我觉得我们西雅图的这个仙女 大部分都已经很老了 要找真正的好像是说 看起来好像可以看的 真的是 怎么讲呢 这个好像在垃圾堆里面找珍珠 但是你只要修了阎共华去interview 他看到你的脸 那个总经理就会觉得说 那是我的吗 一直买妈的 那个面孔 那个浮肿的样子 那个走起路来一颠一拨的 身材也浮肿 下巴也大 实在太像我的吗 不入其他也不行 他也会入局你的 所以这个烟共 很多的好处 很多的好处 这个就是度众生方便 度众生方便 我们从这里产生了信心 产生了信心 你的道心非常的坚固 你就能够一直往前行 那么你终究 你就会成就 那记得 我们每一个人在佛法里面 我们都是从方便度众生开始 这个是属于世俗方面的法 世俗啊 世俗方面的法 我告诉大家 现在很多人在度众生 很多的 寺庙 法师 度众生 大部分都用世俗法 他没有办法一下子 用神圣的法 来接引众生 只有用世俗的法 那众生呢 看了世俗的法 增加他的信念以后 再传授他 更神圣的佛法 所以你不要看台湾 台湾几个很大的 佛教的道场 都是用世俗法 度众生 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用光光 我庙见的 让你进来看 哇 很庄严 庙又大 庭宴又美 游览车一步又一步 一天每一次你游览 一定要到我的庙 一定要吃我的灾 然后要买票 参观我的 里面的 好像是说一些景点 很漂亮的佛像 很庄严的佛像 好像有佛法 把教里的那些佛像 你买票进来参观 出钱吃我的灾饭 游览车 一步接一步 一步接一步 就是把钱一直送进来 由光光开始 成就了一个很大的 佛教的一个团体 那么现在呢 寺庙也必须要懂得 用这种四十五法 度众生 像做医疗的 我去议诊 帮人家议诊 你是医生 我就有医生的弟子 就帮忙 大家组成一个医疗团队 去下乡 去跟人家议诊 然后再讲一点佛法 再吸引他们到寺庙里面来听法 医疗 从小小的医疗 建了大医院 也是方便度众生 另外也有从教育的 现在寺庙也要企业管理 所有的寺庙要懂得企业管理 你不懂得企业管理来经营这个寺庙的话 你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所以我们修行 虽然有属于个人 有属于团体 以前的佛陀时代 专注在个人的修行 就是说 你每一个听了佛陀的说法以后 回到自己的原动 个人去禅定 去打坐 去冥想 把自己的佛性给他修出来 那是属于个人神圣方面的修行 古代的修行 你如果今天说到西雅图雷藏寺来修行 师尊也会告诉你 回去看佛经 在家 自己的家里面 闭关 你要学习冥想 禅定 你要修秘法 个人在家 每天安安静静地修一谈法 持奏念佛 你说家里太吵了 你可以到深山 到深山去 找寺庙去闭关 到彩虹山庄去闭关 那是属于个人神圣的修行 那么在寺庙 必须要有寺庙的管理 企业管理 所以这里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属于团体 一个是属于个人 那么 师尊以前比较偏重于个人的 团体的就是说 每个星期六 你们到了雷藏寺来同修 到寺堂会去同修 但是这样子的 你的寺庙 你的这个 你本身所要先扬的佛法 要推展出去比较困难 要推展出去比较困难 你必须要跟着时代的潮流 我们看看现在台湾的 很大的这个中派 他们刚开始是怎么样子起家的 有一个是观光 开始起家的 观光事业 开始起家的 有一个是从医疗 开始起家的 有一个是从教育 开始起家的 有一个是从媒体开始起家的 有一个是从慈善 开始起家的 当你的这个信众多了 因为他们有了信心以后 信众多了 你再教他们 个人修行的 神圣的佛法 我想这样子 对我们这个中派会有帮助 我跟大家讲 从教育取家的 他们可以从学校先开始 这是从教育取家的 由医疗取家的 就是医疗团队下乡开始 由做慈善取家的 就先做 这个你周围的 这些的这个乡镇 你必须要 你不能跟所有的社区 不闻不问 完全隔绝 我们是修行人 你们是世俗人 你们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修我的行 我成我的佛 我到我的西方 你们下你们的第一 我们跟你没有关系 不可以这样子的 所以你必须要 你的这个雷杖寺 要跟周边的所有的城市 跟社区打成一片 帮助他们 他们也会到寺庙来 然后再度化他们 不是我是修行人 我是神圣的 你是世俗人 我不跟你来往 不应该这样子 所以今天成功的教团 全部从世俗起家 但是不永远走在世俗上 你也有个人神圣化的 修行 这样子才是佛法 也就是把世俗的企业管理 跟神圣的佛法 互相配合 所以我在这里 这个呼应 这所有的 事 堂 会 必须要深入民间 了解民间的疾苦 去救助民间的疾苦 方便教导众生佛法 使他们归一佛门以后 再教导以神圣化的修行 诸位 这个还有主持上师 还有各位 认为我讲的这个 有没有道理 当然了 我们 便不是只有开医院 开大学 这个 做电视台 或者做观光寺庙 便不是 因为我们神圣的意义 在其中 你如果 只是 做电视台 宣传 做媒体 宣传 办学校 教育 教育后代 那么医疗 开医院 慈善 去帮助众生 但是你如果 没有教他们 这个 神圣的这个佛法 你只教 方便的佛法 没有教 神圣的佛法 这样子是不对的 所以方便 跟知慧 是要结合在一起 方便跟知慧 是要结合在一起 慈悲 跟知慧 是要结合在一起 入世 跟初世 是要结合在一起 只有入世 就是世俗化 只有初世 就是神圣化 那么入世 跟初世 是必须要结合在一起 佛法 是要入世 但是也要初世 所以要生起 生起 叫人信心生起 那么在 圆满的成就 就是生起 次地 跟圆满 次地 要合一 轮回 跟涅槃 要合一 这个就是 合一项 所以你看 卢世尊 今天坐在 这个法座上 说法 是方便 视线 方便 视线 我的本尊 在西方极的世界 我在这里 说法 这是一个方便 视线 我到处去 说法 只是一个 方便的 视线 真正的 严满成就 是佛 是菩萨 这样子说 大家了解吗 其实 我们入室的做得太少 所以以后入室方面跟出室方面要很平衡 两边要平衡 两边要平衡的进展 大家要记得 入室跟出室一样的重要 我妈人给中国人 我们平衡的 词